一个人,过分聪明伶俐,也无法改变什么,对于某些问题,老天早有安排,该属于你的,你不会缺少,而不该属于你的,你也得不到。 我们当下的一举一动,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当中,都跟老天的安排有关,是贫穷,还是富贵,是生病,还是健康,皆是天意不可为。 没必要埋怨什么,也不要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平,要知道,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,都有他特殊的使命要完成,顺其自然就好,人争三物,违背天道,过分抢求这些东西,有可能会得罪老天,传承国学经典。 感悟百味人生,欢迎订阅一修。 对此,不少人会反驳,我现在思考什么,干什么活,也是老天安排好的吗? 可以这么说,我们领着早已注定的剧本,在红尘这个舞台上,演绎着自己的一生。 人生在世,不争寿命长短。 有钱人最怕的,就是人在天堂,钱在银行,所以他们拼了命去养生,吃不同的药物和保健品,可惜,越想长寿,越是与愿违。 没钱人最怕的,就是辛辛苦苦一辈子,也没有享受过几年的福气,就匆匆而去了,所以,他们也跟有钱人一样,尽量养生。 活得忐忑不安。 只要是人,都会为了寿命的长短而担忧,这是人之常情,只不过,不见得我们担忧了,现实就会发生什么变化。 所谓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,能够活到多少岁,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决定的。 如果当事人可以决定寿命的长短,不就人人都是百岁寿星了吗? 这是做不到的,肯定有些人会因年早逝,有些人会中道而别,有些人会卧病在床,有些人会长长久久,食人生久命,命命不同人。 对于寿元,不要想太多,只要顺其自然,淡淡定定地活下去,就足够了,平常心,才是符合天道,细水长流的根源。 人生在世,不求大富大贵。 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,小财靠秦,中财靠德,大财靠命。 赚点养家糊口的小钱,只需要我们勤劳干活就可以了,要想获取中等的财富。 比如几百上千万,要看人之德性,至于大富大贵,资产过亿,就需要看人之命数了。 赚几千块一个月,大家都能做得到,越往上,能够做得到的人就越少。 从二八法则的角度来说,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人,只能赚养家糊口的小钱。 虽然说,人们都知道自己是普通人,可很多人都幻想,自己可以大富大贵,越是幻想,越是贪婪,从而让自己的欲望膨胀,形成了一个黑洞,吞噬了身边的一切,包括自己。 人啊,还是不要贪婪,也不要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,该你发财的时候,财富会找上门,而不该你发财的时候,哪怕你走遍大江南北,也还是一场空。 每个人命中的钱财,都是有限度的,有的人命中带财,有的人命中带穷,可不论是带财,还是带穷,做好自己的本分,尽力而为就好,其余的,交由添翼吧。 人生在世,不争因果缘分,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,其实每个人的身上,都已经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因果,随着人们逐渐长大,身上的因果也会越来越多。 这些因果,都是老天对你的考验,比如说,18岁那年,你有可能事与愿违,考上了不喜欢的大学,23岁那年,你有可能进入到不太好的单位当中,30岁那年,你有可能跟不喜欢的人结婚生子,40岁那年,你有可能判断失误,创业失败,欠了一屁股的债,反正,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。 在这个过程当中,你会遇到什么人,碰到什么事,吃到什么红利,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当中,都受到因果缘分的指引。 就拿婚姻来说,你喜欢的人,有可能对方不喜欢你,你不喜欢的人,也许对方喜欢你,这,岂是你能改变的呢? 对于因果缘分,我们只需要记得这八字真言就好,随心随缘,听从天意,因果让我们去啊,我们就去啊,缘分让我们经历什么,那我们就经历什么? 人生在世,不争成败。 这个世界上,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成功,也不可能让所有人的都失败。 总有一些人还是成功的,也总有一些人是失败的。 命里没有的东西,你建立之后,还是得不到,那么就我们要接受结果。 人这辈子,进人事,听天命,结果如何,别抢求。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随便便就成功,成功不仅需要努力,有时候就是看运气。 然而,总有人差那么一点点运气,就那一点点,就与成功擦肩而过。 也许,这就是命,命里没那点运气,你怎么努力都变成了徒劳,当你努力过后,依然事与愿违,我们就别再为难自己,别再抢求自己,走进了死胡同之后,已经无路可走了,那么我们就要学会退出来。 然后拐弯,或许就能够找到新的出路。 人生成败,看看就好,学会与自己和解,别为难,别抢求,顺其自然。 聚散都是命,人生来来往往,并不是来日方长。 人生在世,聚散是常态。 有些人匆匆相遇,注定要别离,有些人陪伴你一程,即使最后选择了走自己的路,我们也要学会放手,尊重对方的选择。 再好的关系,都会有聚散的,人生相遇便是缘分,而聚散身不由己,只要我们心中有对方,无论天涯海角,都可以再次重逢。 而不在乎了,不爱了,不重要了,别离之后,便是各自安好,互不打扰,那我们也不要悲伤,不要抱怨。 聚散离合,是人生的常态,也许我们很舍不得一个人,但是注定要离开的人,我们是无法挽留的,与其纠缠,不如放手。 当你看开了人生聚散,你才能活得豁然开朗。 命里有时终须有,命里无时莫强求。 人生中的一切,无论得失,无论成败,无论聚散,无论生死,皆有各自的命运。 有人一生跌跌撞撞,命途多舛,难有圆满,有人一生富贵荣华,却始终感觉不到幸福,有人一生平淡无奇,却活得无比快乐。 人各有命,贵在不强求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得失,有得到,也有失去,幸福不可能集中在同一个身上。 每个人都有幸运的时候,也有不幸的时候,我们要珍惜自己手上拥有的,不要强求自己没有的,或是得不到的。 人活着,无论命运如何,也别强求,一切顺其自然。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,总有顺境和逆境,总有快乐和悲伤,总有起落无常,这一切都是难以预料的,甚至很多东西都是无法左右的,也是无法强求的。 人,为什么不能抢求寿命,因为寿源乃是命中的安排,已干扰了命中的安排,那无常就有可能提前来到你的身边。 人,为什么不能求大富大贵,因为不是每个人的命格,都能承受如此巨大的财富。 老天为了保护你,就会让你活得平淡,长长久久一辈子。 人,为什么不能勉强因果缘分,因为所有的因果缘分,都是一环扣一环的,不是你想改变,就能改变的。 最高明的智慧,不是逆天,而是顺天,尽天命而用智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。 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